你別白費力氣了, 這是銀河金獻 楊康 楊康, 你這個畜生 我已經三番四次地饒了你 想不到你居然敢帶人到重陽宮來搗亂 你真是大逆不道 邱樹基, 看在我們師徒的份上 現在再給你一個機會 只要你交出郭敬和黃蓉 我就饒你一命 呸…你居然口吐狂言 我先殺你這個畜生 怎麼他的功夫突然厲害起來了 是一個一個來, 還是全部一起來 阿玉呢?你們為什麼不用天罡北斗鎮呢? 讓老夫爺開開眼界 布鎮 我先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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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甚麼? 我要出去幫他們 是他們把我們綁住的 這叫自討苦術 不要動了, 沒用到 我先殺你 放我出去… 靖哥哥, 放我出去… 靖哥哥 放我出去… 靖哥哥 放我出去… 靖哥哥 靖哥哥, 怎麼回事? 是個死活痛 怎麼搞的?連個鬼影也沒有 靖哥哥 估計和黃蓉躲到哪兒去了? 那石門開了, 我們進去 好… 師兄… 師兄… 師兄…師伯 馬玉 天罡非斗刃 韓星點點 走… 手轉星移 王重陽的徒子徒孫 全都是酒囊飯桶 沒有一個成才的 他在酒泉有之, 死不瞑目 邱幫主, 你的武功 要比當年的王重陽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想當今天下第一之名 是非幫助你莫說 別說這麼多, 要人就問他們 畜生, 想要人呢? 問我這把劍 楊康, 你這個畜生 我真是後悔當年沒殺了你 廢話少說, 你自討苦吃 呸… 靖哥哥, 這是北斗星的星辰位置 靖哥哥, 這是北斗星的星辰位置 靖哥哥, 這是北斗星的星辰位置 我知道了, 這個一定是天岡北斗鎮的陣法 我懂了 原來這個位是天岡北斗鎮的中型位 雖然中間有多次的變化 他的位置仍然是不會變的 靖哥哥, 你沒事吧? 沒事 靖哥哥, 快去救他們吧 靖哥哥 靖哥哥 不用管我, 快去幫靖道長 記住用天岡北斗陣 楊康 輸入光 降龍十八掌 梁康, 還想跑? 走 我們走 好 金哥哥… 金哥哥 榮兒, 你沒事吧? 梁康走了 榮兒… 好 你是甚麼人? 白駝山歐陽鋒 西渡歐陽鋒? 前輩在此等在下, 有甚麼鬼感? 我聽說你閉門十年 一封鐵掌已經練得爐火春青 所以我想來領教領教 前輩, 我和你肅無冤仇 何必要苦苦相逼呢? 凡是有資格參加華山論劍的 我都不能讓他留在世上 因為到那個時候 我要專心對付東邪和北幹 你應該覺得榮幸 因為我有興趣殺你 事實上沒有幾個人有資格 大師兄閉關的時候 本來是絕對不可以受外界的騷擾 否則怎麼樣? 眾則走火入魔, 青則受苦十年 為了我們連累馬道長, 真是罪過 這可能是我的結束 跟你們沒有關係 你們用不著內疚的 靜兒 你怎麼會明白我們全真教 天罡北斗鎮的鎮法? 是 我們全真教的功夫 從來沒有向外傳 怎麼會? 是密使頂那七個洞教他的 大師兄, 怎麼回事? 好, 當年先師閉關參悟 天罡北斗鎮的時候 曾經留下七個 按照北斗星辰方向移動的小孔 想不到機緣巧合 竟讓郭施主領悟到其中的奧妙之處 這也可能先師在天之靈 假借郭施主的手 來解救我們全真教的大難 雖然這次我們僥倖地逃過了災難 但是裘千人生性怪癖, 好勝心強 恐怕他會不擇手段 來破壞我們天罡北斗鎮 到時候本教永無寧日了 冥槍一躲, 暗箭難防 最可怕的並不是裘千人 而是喪心病狂的楊康 秋幫主這麼久沒回來 難道讓全真妻子給纏住了? 秋幫主, 怎麼樣? 不要緊 想不到全真教那幫臭道士的 天罡北斗鎮 真厲害 我不是讓全真教的道士打喪的 幫主, 那是誰把你打喪的? 是西多歐陽鋒 歐陽鋒? 小王爺, 怎麼你一聽到歐陽鋒的名字 就害怕了? 難道你和他有過節嗎? 不, 沒有 其實你不用害怕 他要殺的人 只不過是有資格參加華山論劍的人 我閉關練了十多年 以為一雙鐵掌可以無堅不摧 想不到我在一日之內 連打了兩次敗仗 其實秋幫主也無需介意 輸在歐陽鋒手上 可以說是雖敗猶榮 我打算再回去苦練 如果你有事要我幫忙的話 就通知我 好吧, 秋幫主 我送你一程 謝謝 請 靖兒 靖兒 半夜三更 你們鬼鬼祟祟上哪兒去? 我們想上山頂散散步 我們走吧 你們不用騙我了 你們不是上山頂 你們想下山, 是不是? 秋道長, 為了我們 你們全城地藥的人死傷不少 我們不能再在這兒連累大家 國命是為了你們好 讓我們走吧 你們不能走 真是後悔 當初只是考慮怎麼教他武功 沒考慮怎麼教他好好做人 我真是愧對重陽心事 真是愧對 秋道長 你們回去吧 有我秋處姬在這兒一天 我就絕對不准楊康動你們一根頭 既然道長一意孤行 請恕在下冒犯 好… 道長… 道長… 我老了 你連靖哥哥也打不贏 還說保護我們 上次是有天鋼北斗鎮 現在馬道長已經受傷 下次就沒那麼好 道長, 保重 榮兒, 你想幹甚麼? 還揮月珠來讓人家打 走這麼快, 去哪兒? 氣惹檢長老打架 幹…幹甚麼? 那個秋天真奇怪 有時挺厲害, 有時… 我聽我爹說 江湖上有一種奇門武功 叫切磨大法 那種武功的人 每隔七天就用元氣大傷 要重新練七天才能夠回復元氣 原來這樣? 那個秋千刃是少理他為妙 不知道今天他的武功怎麼樣 我找遍了岳州城也找不到你 想不到在這碰到你 剪長老, 我也正想找你 正好 榮兒 讓我來 榮兒 打狗陣 眼力不錯 這叫棒打雙拳 打狗棒法, 你們也看不出來嗎? 剛才他的功夫真是老幫主的功夫 榮兒, 好啊, 虧你想得到 真是蠢蛋 誰誰幫主你們還不明白 顏康勾結姓鵬的想要整我們 打狗棒法只能傳給繼任幫主 難道幾位不懂這規矩嗎? 這招打狗棒法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怎麼知道是真假呢? 沒錯, 雖然你明白一兩個 破解我們打狗陣的招式 但不一定是打狗棒法 該幫怎麼會有你們這種老糊塗 一個一個瞎了眼睛 連打狗棒法也不會看 這叫趕狗入窮巷 這叫狗急跳牆 榮兒, 可別傷了他們 這幫老糊塗不打不明白的 榮兒, 你沒事吧? 沒事 榮兒, 他們不會信你的, 走吧 走 走 別追了 金長老, 你是怎麼了?在想甚麼? 這件事我越想越覺得奇怪 老幫主他生性懶散 從來不肯收徒弟 就算本幫弟子立下了漢馬功勞 他也只是傳授一招辦事而已 而且他還有個怪脾氣 就是那套武功傳授給了那個弟子以後 他就不再傳授給第二個弟子 但是今天那位黃姑娘 居然會幫主十套八套的功夫 可惜我們這沒人見過 老幫主的打狗棒法 分不清楚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那該幫百年基業 豈不是毀於一旦? 李兄弟 楊公子… 各位兄弟 過了七月十五的宣援台大會之後 大家就要改口了, 要叫楊幫主了 簡長老, 各地奮鬥的舵主到齊了沒有? 大家都來得差不多了 好, 這次辛苦你了 沒有甚麼 對了, 我聽到消息說 好像郭敬黃蓉也來越州了 是, 今天我們還和他們大打一場 楊公子, 真是奇怪 黃姑娘居然還會打狗棒法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打狗棒法是只有丐幫幫主才會 那個妖女非常狡猾 可能是七公和他父親比武的時候 他偷偷學到手的 楊公子, 打狗棒法天下文明 可惜我們丐幫那麼多弟兄都沒見過 不知道楊公子在登位那天 可不可以露幾手 打狗棒法讓我們見識一下你 簡兄弟, 宣援臺是閻公子登位的地方 又不是擂臺, 是不是? 簡好, 一切你來安排好了 屬下遵命 還有, 那天你們要加派人手 嚴密戒備 以防郭靖和黃蓉來搗亂 李兄, 如果七月十五宣援臺大會之前 我早已不測了 殺我的人就是楊康 我不願意再見到簡長老那個人 嚴公子 這件事就交給我梁子翁去辦 簡長老武功深厚 你們不是他的對手 明槍一朵, 按簡單法 那個老傢伙為人精明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對我們有所提防 要暗算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萬一失了手, 把人弄巧成桌 好, 那倒也是 但是這個人一天不除 始終是個禍根 馬上給我備快馬, 我上鐵掌幫 求幫主, 怎麼這麼長時間沒來 請 有甚麼拿手的好菜拿上來 咱要二斤女兒紅 好… 幫主, 我們的錢快花完了 還是省點吧 你這麼緊張幹甚麼? 有吃的你就吃 千金散金還富來 大英雄, 饒命 我和你無冤無仇 你要錢我可以給你 你不是求親人 幫主 甚麼事 叩見求幫主 你是我弟弟的人 那混蛋呢? 你急著來找我 那混蛋一定是在外面鬧事了 二爺被人抓去了 那個人還留下口信 叫你去猴爪山下 如果不去就準備收屍 大哥… 大哥, 救命啊, 大哥 誰把你綁在這兒 我不知道 你先把我解開再說 你把你綁在這兒 你把我綁在這兒 你把你綁在這兒 知道他甚麼時候回來嗎? 他上哪兒去了? 大哥, 你沒事吧?我給你看看 你還叫我大哥?我隱居了多久 你就冒充我多久 大哥, 大死不離親兄弟 我冒充你名就是表示你的名有價值 小王爺 我們兄弟倆的姓名全都是你叫的 大家自己人, 幫助不要客氣 對了, 小王爺 你找我有甚麼事? 我們有件事無論如何 要請幫助在下山走一趟 有了求親人的幫忙 我就不怕檢長老走得出我的手掌心了 楊公子真是精明, 在下佩服佩服 一些事情全靠你幫忙 等局勢定了 檢長老的位置就由你來接替 謝謝楊幫助提拔 好 念慈 阿卡 歐陽前輩 是你救了求親人? 沒有 你不用推託 這五雷火打, 我知道是你慣用的 不管怎麼說, 你先抱她 你把裘千任的人頭拿來 我馬上就放了他 裘千任究竟和你有甚麼深仇大恨 你非殺他不可 只要有資格在華山和我爭天下第一的人 我都要殺你 不論裘千任死還是傷 對我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難道天下第一的名稱對你這麼重要嗎? 你已經是江湖上的決定高手了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你身為武林的一代宗師 居然使用這麼卑鄙的手段 要是傳出去不怕人耻笑嗎? 所以我才要蒙滅 我也不能用白駝山的武功和毒蛇 來傷害裘千人, 你還不明白? 歐陽先輩 萬言康, 你跟我講仁義道德 那不是笑話嗎?你懂甚麼? 上次你不是說要找令直的下落嗎? 你找到了嗎? 你有克爾的消息 阿卡 你先放了他 我會傳令丐幫弟子尋找令直的下落 令直失蹤這麼久, 你不覺得有可疑嗎? 我們丐幫幫會遍及天下 如果他們還找不到令直 我看以後你就沒甚麼機會找到他了 以你的武功, 完全可以打敗裘千任 前輩, 你何必起人憂天呢? 前輩, 究竟是裘千任的人頭重要呢? 阿卡 念慈 只要能夠找到克爾 只要克爾平安無事 天下地, 我寧可不要 進來 蓉兒, 你沒事吧? 怎麼有點熱? 阿卡, 你不覺得那太冒險了? 你放心, 現在告訴他 總被他自己查出來好了 燕光子, 歐陽前輩來了 歐陽前輩 是不是有克爾的消息? 在哪兒?克爾在哪兒? 柳家村, 馬上帶我去 歐陽前輩 走 阿卡 念慈, 你在這兒等我 我去了很快就回來 我和你一起去 念慈 他要去就讓他去吧 是不是有事? 沒有, 我怕嚇著他 克爾有事 是 進去吧 你不是說克爾在這兒嗎? 人呢? 歐陽前輩 在你見到令職之前 我要你先答應我一件事 說 一會兒無論你見到甚麼都好 希望你保持冷靜 如果你不答應的話 我是不會帶你去見令職的 現在事已至此 只要我能見到克爾 我甚麼都答應 怎麼這麼臭 你便宜你說出來了?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我 LOGO 和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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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我 那些女人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那些女人 最愛我 到底是誰殺的?是誰殺的? 不知道 我知道 傳真教 原來是全真教的人殺的 歐陽前輩, 人命關天 你單憑一支佛臣就斷定是全真教所為 未免太武斷了吧? 我一定要找到兇手為他報仇 我一定要報仇 便宜賣… 我聽說未來幫主打算把江北的弟兄 全部調到江南, 真是假 是, 楊公子說有消息 金兵會南下 所以召集我們丐幫所有弟子回來 鎮守江南 蓉兒, 還剩一點, 喝了他吧 你說如果丐幫難儀會有甚麼結果呢? 為甚麼你這樣問? 沒甚麼, 我想以後師父回來 揭穿楊康的陰謀 等你重做幫助以後 就可以下令江北丐幫男儀保衛大宋 你可不要這麼說 讓師父聽到了 一定會罵你個狗血淋頭 為甚麼? 師父號稱北丐 北方的基業又怎麼可以輕易放棄呢? 還有, 經國南清 江北的弟子在後面搗亂 比在前面對敵更加事半功倍 還有一點兒, 喝了他吧 我去睡一會兒 欧阳前輩 欧阳師兄武功高強 實在是晚輩的糧食意猶 想不到他英年早逝 如果先生不嫌棄而已 晚輩願意帶欧阳師兄 侍奉您老人家 如果讓我查到全真教的臭道士所為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替他報仇 殺柯爾的兇手我自己會查 不用麻煩閣下 我知道, 我武功低微 實在不自量力 柯爾有一個像你這樣的朋友 我很高興 是 阿康 欧阳客屍體下門那支佛塵 是不是你放他 會悅熱再說 如果你害怕欧阳風 我們可以遠走高飛 你何必嫁會於全真教 而且邱道長怎麼也是你的師父 你真是天真 欧阳風武功蓋世, 心狠手辣 我們倆套到哪兒去呢? 況且 宣援台大會明天就要開了 我怎麼能走開呢? 又不是沒有你就不行 為什麼不能走呢? 郭大哥 楊康, 等你好久了 念慈你快走 郭大哥 別打了 沒點事, 走開 我要殺了他 郭大哥 我真想不到連你也是非不分 這個人害死雙親, 欺師滅祖 假傳七公死訊陷害戎兒 妄想登上幫主之位 還下令丐幫難移 好讓完顏金狗領兵難寢 試問這個畜生該不該殺 我今天不單是替邱道長出口氣 還要為大宋儲監 念慈, 你聽我說 你求七公收你為徒 我以為從此改邪歸正 想不到你入丐幫是為了奪位 你錯了 師父根本沒有收他為徒弟 他不過無意之中 撿到戎兒留下你的打狗棒 就去串通丐幫叛徒混水摸魚 打狗棒在哪兒?快交出來 郭大哥 牟姑娘, 你還為了求情? 我知道綠藝杖在哪兒 在哪兒? 念慈 靖哥哥 靖哥哥 我只要你一句話, 放還是不放? 你聽我解釋 你的解釋我都聽見了 如果…如果你殺郭大哥呢? 你就先殺我是嗎? 你忍心下手嗎? 如果你要殺郭大哥 我…我肯定斷結夫妻關係 念慈, 我很了解 就算我不殺郭靖 你一樣會離開我 你怎麼說郭靖也是我的結拜兄弟? 你還是饒了他吧? 放他? 綜虎歸山 你怎麼說郭靖也是我的結拜兄弟? 後患無窮 黃蓉, 郭靖一天不死 就會妨礙我們的計劃 邱幫主 你不用說了 要做大事就要心狠手辣 好, 如果你一定要殺郭靖的話 那我就把你的陰謀 全部告訴丐幫長老 那你就乾功盡器了 你可千萬不要忘了 你吃了我們鐵掌幫的麒麟傘 沒我給你的定時解藥 你就會孤斷而死 我這個人就是貪生怕死 才讓你當個棋子擺弄的 尊嚴盡喪 好吧, 我這樣做人也沒甚麼意思了 你就先殺了我吧 好 念慈 小幫主, 你放了他吧 你還要不要我放郭靖呢? 你還會不會向丐幫長老共出一切 念慈 世界上竟有這麼蠢的人 為甚麼你要瞞著我? 我是怕你擔心 我們倆是夫妻 你還會不會離開我? 我知道你最討厭人家做壞事了 但是我… 你是被逼的 別說這麼多了 看看有沒有辦法救郭大哥 如果黃蓉在這兒就好了 黃蓉聰明機智 我想他一定有辦法救郭靖的 有沒有辦法讓我進柴房 見郭大哥 你想放他? 沒有, 九先生不會放過我們 再說, 就算我們放了郭靖 他也未必跑得了 鐵掌幫的人 已經把那間屋子重重包圍了 我不是進去放他 郭大哥 你怎麼樣? 穆姑娘 黃姑娘在哪兒? 讓我通知她來救你 大夫, 我那位姓郭的朋友回來沒有? 沒有 去哪兒? 黃姑娘 有個姑娘等你很久了 剛才我讓她去偏廳等你 黃姑娘, 布姑娘 你想救郭靖? 已經壓制宣援台了 你壓她 不要管我 你壓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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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爺果然神奇妙算 看王容這次怎麼脫身 你打開你的臉 你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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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